你知道有出搭配巧控鍵盤的殼嗎? 哈囉,現在來介紹這個Coverbody的iPad殼 它可以用在巧控鍵盤上 是不是覺得很特別呢?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囉! 它有點像是抽屜式的把它抽出來 然後下面一樣有三個金屬快捷點 讓你的iPad Pro以及鍵盤能同步使用 然後你可以看它的殼是蠻薄的 櫃子底下的話還有一個教你如何安裝殼的說明 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只有裝巧控鍵盤的iPad 你看,受傷了 這邊也有 就是點點一點點 尤其剛剛那邊放鼻子的地方 是蠻嚴重的 然後現在把它裝進去 就這樣 很簡單 就這樣裝好了 再裝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只要往內 一推 然後最後一邊再壓 就可以了 把它的話一樣 就從一邊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就拔起來了 然後你的筆靠近放它就會吸住了 這邊後面有一個洞嘛 往內壓 然後就拿起來了 再吸一次給你們看 然後這樣推 是不是很簡單 以往我是不太敢買這種的 因為我覺得怕不好拿 但是這個殼真的蠻好拿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裝的話就可以保護我的iPad 你看原本受傷的地方 然後下面的話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要裝巧控鍵盤 那現在示範巧控鍵盤 這樣一吸就貼上了 真的很方便 從任何角度都ok 平常使用Cover Body 再搭配巧控鍵盤 使用都是沒問題的喔 取比也是非常的方便 再來就是充電的問題 現在我使用的是 Sansung的延長Type吸線 然後也是可以擦的 再來使用讀卡機 也是沒問題的喔 再來就是Cover Body這個 是否可以放下 像韓國這種收納包 像示範是 沒有裝巧控鍵盤的情況 是沒問題的 再來就是加巧控鍵盤 大家可以分鎖看看 是否要拿大一點點的收納包 再裝 不然妝起來其實比較要緊一點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喔 安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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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